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里活 被命运束缚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燃烧我 燃烧我的执着 苦海里泛涌 眼中关下多少灼热 忽然知道的 或许再又闪着 太难离不舍 微光终于划断 众生的火 天下 那十个烫伤美人的身份 已经伪造好了 太阴将军查到这些异样 自然会怀疑到景王身上 王权 何事 殿下 您吩咐调查 上司节去过扶方斋的人 这是名单 贵人们都是去观赏火龙的 没有查出其他异样 我始终觉得 上司节那日老三去扶方斋 不是为了看火龙 他有别的目的 殿下担心 是朝中 已经有人秘密投靠了景王 除了这些贵人 福房斋的殿家 一个一个的长 老三见过谁吃了什么 本宫都要知道 还有 定好那个梅林 是 王爷 牺牲矿场守卫尊严 属下未能进入矿场内部 是属下失职 李清这人至关重要 你亲自去一趟 调查清楚 小心形势 切莫打操惊蛇 王爷 上司节那日 太子已经起疑 我怕 张义还有李清的消息 是瞒不住了 而且 东宫现在已经派人去 红鹿寺盯着梅林姑娘 也派人去了福房斋调查 如果实在瞒不住 气张义保李清 最好让太子相信 本王上司节无别的目的 只是为了陪梅林看火龙 这样两个人证都保住了 人人皆信 王爷宠爱梅林姑娘 怎么会有人起疑呢 是不是梅林姑娘 不会作息漏了破绽 她是杀手 自然不擅长作息 太子不是想查本王上司节的行踪吗 太子不是想查本王上司节的行踪吗 那本王便给他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什么答案 本王深爱梅林 除了与他过节 别无目的 梅林 你到底是在练武还是在打拳啊 接着练 练不好 今日便不必回去了 总之 本王近期会常去鸿鲁寺 即便不能打消太子的疑虑 起码也能拖鞋时日 梅林姑娘不会作戏 对 王爷 怕是要演得更真一些 是 分封后 监视你的主子 传消息给靖王府 我 不听话 你就会跟阿呆一样死去 神 神啊 监视你的主子 你以为 烫上是意外吗 这十个西安美人 除了身份造假之外 手上竟然有一样的烫伤 将军 为何不将他们抓来 一并审问 事关和亲大举 如此兴师动众 恐怕不好收场 我们得逐个调查 十个美人烫伤 都在右手手腕 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的 好 梅林手腕也有烫伤 为何不在这名录之中 将军 属下怀疑 这些事情与景王有关 属下查过了 十个美人烫伤之时 荣安殿的旧人刘某某都在现场 定是景王指使刘某某烫伤美人 这些美人马上分封 进入大盐官员府邸 若是 莫要乱猜 属下并非胡乱猜测 自从美人进入鸿鲁寺 景王就老往鸿鲁寺跑 还为梅林做出了许多荒唐事 依属下看 景王定是以宠爱梅林为由 借机联系探子 若是将梅林抓来审问 定能问出些什么 老爷 李清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 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 李清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 西山矿场的楼林军事 主将杨振早已暗冲投靠了太子 张映这招灯下黑 够大胆 那 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上人 我若是搬做侍卫的话 肯定会引起太子注意的 看来卢走李清 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王爷 红路四来信说 鹰将军查到刘嬷嬷烫上美人 梅林姑娘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 不知鹰将军找我有何事 省一个美人 不劳烦鹰将军亲自动手 你不是普通美人 你是吸烟探子 按大言律 探子要受袍落之刑 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 可有证据 将军误会了 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 说 谁是你的主子 是不是锦王 人人皆知 梅林是锦王的人呀 你以为你凭什么时候 将军 无非是你这张脸 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 将军凭什么动私行 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 住手 将 我听说所有烧伤的美人 都会以晋学不合格为由 跟随月秦公子返回西安 真的 我们可以回西安了 我不想回西安 我是被阿爹卖到和亲团的 早就没家了 还不如留在大盈伯富贵呢 阿家 没事 去我家 我家就是你家 我才不去呢 我要是去了 你的林家阿兄 喜欢回西安 你怎么办 不会的 他只喜欢我 他又没说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啊 下雨了 他 他可照顾我了 他照顾你什么了 他做什么了 他 他天冷了叫我加一 吃饭还总担心我没吃饱 这就是喜欢 对啊 我也经常叫你穿衣吃饭的 那 我开心他也开心 我不开心他也会哄我开心 还有 我说过的话 他记得比我都清楚 难道这还不是喜欢吗 他喜不喜欢你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你喜欢他 阿家我不准你说话 嗯 阿梅 你说呢 他是不是喜欢我 你为何不亲自问他啊 就是 一回西安你就问他 他要是连喜欢你都不敢说 便不跟他好了 嗯 阿梅 你尝尝 红炉寺的花糕做得是好看 就是不怎么甜 甜的 甜的 阿梅 你干什么去啊 阿梅 你干什么去啊 雨还没停 看下这雨呢 阿梅 阿梅 你可哄我 你不想想不想 他在我身上 你怎么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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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嫁了 月秦公子 姑娘 分封前所有美人禁足鸿炉寺 是圣上嫁的命令 即便是告了嫁 也不能出去 听说这次禁足 是一枚西烟的探子 公子之前 为姑娘打掩护告嫁也就罢了 如今公子马上就要回西烟了 还是应当谨慎行事为好 以免 连累自身哪 多谢大人提醒 抱歉 这次没有帮上 我说之前想叫西嬷嬷告嫁如此容易 原来是公子在帮我 多谢公子 我送你回去吧 我给你喝西酒 我给你喝西酒 我在酒店吃肉 过来 早晨 一次 我来说 我要放开 好 我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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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